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里我要说的内容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爱听 如果你看到哪儿觉得无法认同 可以随时离开 最近我被大数据推送了许多关于消费主义的视频和文章 他们一致认为 消费主义是资本家用包装出来的文化潮流掠夺存款的智商税 让沉迷逼格的年轻人迷失在月籍购物带来的物欲满足中 最终被伪精致洗脑走向平庸 这些观点被广大网友点赞 还引发了不少人对自己消费习惯的反思 而我看完这些视频之后却心中产生了一些疑惑 这些博主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他们批判的消费陷阱明确到具体商品时 几乎不约而同的都是化妆品 珠宝 轻奢或者潮流的衣服 包 鞋 还有汉服 这几类特定的产品 然而市面上可以消费的诱惑远不止他们提的这几类 从几十的喜茶到几万的莱卡哈苏 那些没有被这些博主们定性的产品 我们该如何判断是不是消费陷阱呢 所以我想直接做个调查 接下来我会对比展示几种常见的商品 大家可以发誓或者不誓来表达你是否认为这个产品是智商税 看看大家的评判标准是否有所区别 首先对比一下纸巾 我买了三款 第一款单价9毛4一包 批发专用 体积最小 一盒300抽 每张由四层组成 第二款单价2块3毛3一包 国产知名品牌 体积借于三者之间 一盒150抽 每张由三层组成 第三款单价26块7一包 日本高端品牌 体积最大 纸盒包装一盒200抽 每张由两层组成 在手感和柔软度上 和价格一样 泥漂掉打了另外两家 上手的细腻度的区别就好像320T和4K 它的纤维感太小了 我第一次摸有种在摸湿纸巾的错觉 如果各位没用过这家的纸 感冒的时候可以体验一下 能刷新你对纸巾手感的认知 纸巾纸线型的国标是 GBT20808-2011 这里的很多测试 我们在家里都能做 当然不是很严谨 只能做个参考 可迁移性荧光增白剂 在365纳米的紫外光照射下 三款均没有发现荧光现象 符合产品的宣传 批一份测试 我就简单烧了一下 发现第一款燃收后的残留最多 且烟味最重 第二款残留和烟味适中 第三款残留最少 烟味最淡 灰烬越多 说明添加物越多 越少则说明成分越纯 这项泥漂做得最好 横向抗张指数 我很不标准地用手测了一下 发现泥漂的干强度最低 另外两款差不多 都不太好拉断 纵向湿抗张强度 我把纸打湿后包在杯子上 测试能放多少硬币不破 韦达最坚韧 虽然只有三层 但放了30多个硬币才破 9毛4的批发纸巾D2 能撑住20多个硬币 而泥漂只有两层 装了8个硬币就破了 说明它的干湿强度都比较差 我发现泥漂不仅层数最少 而且单张指比另外两家更薄 估计是为了柔软度做出的权衡 牺牲了干湿强度 在吸水性测试里 批发纸巾吸水14克 韦达吸水12克 泥漂吸水14克 说明价格对吸水性的影响不大 动眼测试中 每种纸巾都取单张逆光观察 可以发现批发纸巾相对小孔多一些 但应该也达到了国标的合格线 另外两家则几乎没有动眼 所以这三款纸虽然差价20多倍 但都基本符合国标 当然都能用来擦手擦脸 唯一能直观感受到的差别 就是柔软度 那么问题来了 各位是否愿意为了更软的手感 花10倍20倍的钱呢 是否认为泥漂是智商税呢 然后要对比的是酒店 我选的两家在东城区的同一条街上 故可以忽略地段对房价的影响 墨泰酒店的商务大床房一天399 房间面积22平 王府半岛的特级尊贵套间 一天含税3591 入住时免费给升到了王府井套房 面积110平 具体的对比主要是参考 国家旅游监督管理司的GBT14308-2010 这份长达56页的档案 从多个维度提供了非常细致的评级标准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只关注硬件设施 根据设备设施评分表 满分600分 五星级酒店应该至少得420分以上 那举几个例子 4.1.1客房不含卫生间和门廊的面积 要得满分16分 必须70%的房间大于36平 半岛酒店最小的房间是60平 所以这项能拿满分 墨泰房型的面积在17-27平之间 镜面积估计只有20左右 所以这项只能拿4或者6分 4.1.3.2半岛双人床宽2米得2分 墨泰双人床宽1.8米得1分 另外虽然没有明显规定 半岛的床明显比墨泰更厚更软 半岛用的床垫来自西梦斯 床上用品则是意大利奢侈品牌 F什么玩意儿不会读 墨泰是常见的弹簧床垫 相对更硬更薄 另外根据4.12.2 半岛可以提供纯棉 机翼泡沫 乔麦三种材质的枕头拿2分 墨泰则没有其他枕头可选 不得分 4.3.2半岛有一个不小的 不如是衣橱 虽然设计有点迷 但三分到手 墨泰没有仪处 不得分 4.4灯具照明共11分 墨泰少了行李柜 酒吧 装饰和夜灯这四分 床边没有总开关 只能拿5到6分 半岛在灯这里是超出标准的 不光灯光种类超出了规定 控制系统更是一绝 房间所有开关都是LED触屏 灯光亮度无档可调 主开关和iPad上 不光有灯光总控 还能直接控制 请勿打扰 开关窗帘 送餐 空调 查天气等许多功能 所以这里二者的实际差异 比分差更大 4.5 彩色电视的6分 半岛也拿满了 客厅和卧室的尺寸 都超过了25寸 客厅的电视还能全向移动 可以自由地调整位置 墨泰的电视则稍显寒酸 我没有仔细测试墨泰的电话 但估计没有国际长途 半岛的电话系统 依然超越了满分标准 房间里一共有8部电话 都放在常用位置 每个都能免费拨打国际长途 4.8和4.9 客房便利设施和必备物品 墨泰除了拖鞋 矿泉水 热水器等 基本品缺失严重 半岛每项都超出了标准 比如房间里还有打印机 床头柜自带 所有类型接口的充电线 甚至还有指甲烘干机 4.10 卫生间里则差距更大 墨泰的卫生间乏善可陈 半岛的装饰全部采用大理石 其中白色大理石为希腊进口 洗手时为科乐 所有的喷头和龙头来自德国的 这个 不会读这个德语单词啊 这个品牌据说是水龙头界的 劳斯莱斯 沐浴露 洗发水等 来自美国的 Oscar De La Renta 据说这是个高级时装品牌 我也不知道为啥做衣服的 要给半岛做洗发水 反正是大牌就对了 然而摆命一书 4.10.5.2里规定了 热水龙头15秒 应该就出热水 墨泰完美做到了 而半岛出热水比较慢 估计一分钟水温才能上到46度 所以这一分就拿不到了 类似的对比还有非常多就不一一举例了 我之前真没想到 五星级酒店的标准居然这么细 但仔细想想 发现其实这个标准还是不够细 比如拖鞋品质就没有评分 显然墨泰的拖鞋和半岛的拖鞋没法比 酒店还提供豪车包车游览 随时可以开酒店的劳斯莱斯上街兜风 还有更夸张的直升机长城一日游 这些服务在墨泰肯定是提供不了的 所以二者实际的差距会比分数差距更大 但话又说回来 酒店的根本目的是住宿 无论是半岛还是墨泰 只是找个地方睡一觉 这两家都足够了 毕竟地理位置在北京二环 所以差价十倍 各位觉得半岛算直升税吗 那此外其实我还对比了七双不同的牙刷 但是时间关系没法一一展示了 我把这七个牙刷的价格和卖点 大概标注了一下 大家也可以分辨一下 你觉得从哪只开始就算直升税 好了对比完毕 各位可以看看自己的判断和其他人的判断是否一致 那其实除了纸巾牙刷 生活中常见的大小商品 都有非常细致繁琐的评测标准 因此之所以很多商品被认为是智商税 固然有部分一次充好的原因 但更多的是因为普通人根本不知道 如何分辨绝大多数商品的好坏 26一盒的泥漂和1块钱一盒的批发抽纸 对于非鼻炎患者来说 无非就是软了一点 但擦手不是一样擦吗 所以自然会觉得它的价格怎么这么贵 想要避开消费陷阱其实非常简单 国标就是政府为大家编写的防交智商税指南 你只要买每个东西前都先跟国标对照一下 选满足你要求里面最便宜的就一定不会交智商税 前提是你不嫌麻烦 而绝大多数情况下 给一个商品下是否是智商税的定义 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哪怕只考虑价格 人也会至少从三个标准衡量 一 售价占自己存款的比例 存款1000的人和存款1000万的人 对智商税的预值肯定是不同的 二 成本售价比 一杯可乐卖3块成本2.5 一杯喜茶25成本10块 分别溢价17%和60% 不了解商品成本的人与业内人士 对智商税的定义显然是不同的 三 在市场里的定位 卖1000多的手机大家都觉得很正常 但卖1000多的超级张继科球拍 不打乒乓球的人就完全无法理解 是不是某个领域的爱好者 对智商税的理解显然是不同的 你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家庭背景 不同的银行存款 工资收入 房租房贷 不同的兴趣爱好 审美取向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的声音 能告诉你买什么就是高收益的 买什么就是上当 如果你选择相信一个博主说的 不买什么就对了 那本质上你和相信网红说的 买什么就对了都一样 都没有进行独立思考 下决定的人只应该是你自己 那最后 分享两个看自媒体内容 尤其是输出价值观类内容时候的小建议 一 认清自媒体 无论一个博主有多干货多良心 他追求的核心都不会变 迎合算法 引爆流量 积累粉丝 寻求变现 因此创作者在做内容的时候 会不由自主的偏向夸张化 极端化 震惊 高能 暴打 这些词汇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 但在自媒体的标题里比比皆是 因为更犀利 更夸张的观点 更吸引眼球 自媒体的创作就像网红的自拍 多少带点滤镜 这层出于传播需要的滤镜 是游离于客观知识和真理之外 被反复推敲打磨过的语气 人设 段子 表情包 面对不同观众理解力和品味的差异 自媒体创作者端上来的往往是一锅大杂烩 里面既有大龙虾也有小辣条 对于观众而言 看视频的时候如果你只是想学点干货 就需要挑出符合你水平的部分吸收 自主过滤掉那些杂质 而不是一口干了 那这时候有人就要说了 可我上网就是为了图一乐 我就是喜欢看那些段子和沙雕表情包啊 唉 其实我也一样 谁不喜欢呢 另外 自媒体内容是可以计对又错的 很多输出价值观类的内容看上去往往逻辑自洽 历史可见 无懈可击 但观众在听得十分过瘾的时候 往往会忽略一个关键的因素 信息量 自媒体塑造的是一个有限信息量的小世界 这个世界里往往是非黑即白 非对即错 所有的案例都是为了支撑观点而精心挑选的 并非是对现实世界的完整归纳 举个简单的例子 高中课本告诉我们牛顿三大定律 那你学了相对论之后就知道 牛顿的理论其实局限性非常大 但是你也不能说高中课本就交错了 这就叫既对又错 二 认清现实的复杂性 现实不是游戏 没有任何一个大佬的攻略 能百分百的套用在你身上帮你通关 这个世界上有的人辛苦攒了一辈子钱成功了 有的人辛苦的攒了一辈子钱还是原地踏步 有的人花钱大手大脚最后债台高筑 有的人花钱大手大脚 但凭借着其他方面的能力却依然蒸蒸日上 多么扯淡的因果关系和活法都真实发生着 现实生活永远比小说和视频更精彩 所以我没办法告诉大家怎么做是对的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 人不会因为踏进几次消费陷阱 就一辈子一事无成 更不会因为我加价多花钱 买了几套AJ买了几套汉服 就被老天爷认为是我堕落了迷失了 这辈子不配过好日子了 我们和成功之间的距离远比一句慢慢攒钱要远得多 而我们和失败之间更不是只隔着一个消费主义陷阱那么近 最后给大家一点正能量 如果你对自己的现状和视野感到满意 不妨去一个让你感觉有点肉疼的场合消费一下 想象一下这些带给你物欲满足感的品牌背后的老板 银行卡的余额是你的多少倍 以及以你现在的积累该如何爬到他们的层次 是靠考试 靠攒钱 还是靠什么你根本想象不到的办法 这就是现实有意思的地方 怎么走都有路 每条路都不同 保持思考 兼听则明 希望各位能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